百貨公司全面備戰 週年慶就要開跑 促銷組合早就準備好 業者紛紛祭出優惠刺激買氣 首度全館滿3000送300 頭四日十大銀行刷5000送200 百貨銀行聯手加碼 回饋率最高可以達到20% 3300活動其實一般來說 比較不太會在現在 百貨公司的一個全館的活動上出現 那北洋廣場為了回饋消費者 這次也去做了一個 比較優惠的一個活動 如果以客人來北洋廣場刷信用卡的話 他再以保護公司的一個回饋率 再加上銀行刷卡 再加上特定業種加贈的一個 禮券部分的話 今年在北洋廣場的一個禮券的回饋率 大概可以高達20%左右 百貨週年慶就是年前最後大檔 業績佔全年不少比重 業者實盡全力促銷充業績 還得跟上最新潮流 大手筆的抽獎活動 智能雙輪Gogoro要價7萬元 週年慶期期間天天抽 只要消費滿1000元就有機會 而吃開滿了25000 贈送大腸電鍋 滿足消費者需求 在我們的預購會期間 我們大概化妄品的部分 大概就做了5000萬的一個業績 然後對比去年大概是成長50%左右 現場廣場引進了超過30個 一個特別的一個品牌 包括像是Super Dry 或者是一些比較 Libus的牛仔褲 或者是一些比較知名的一些兒童用品 景氣還沒有明顯回溫 百貨摩拳擦掌 希望透過各種優惠 吸引買氣 人潮帶動前潮 衝高下半年業績 水天空新聞有何報導